还要来看超高龄的耶诞老公公了 这是有三十几位不老骑士 打算骑单车缓台送出耶诞礼物 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是高龄98岁 早上他们还特地到东华复晓 送出60份礼物 跳起练武功 这群高龄80岁以上的阿公阿嬷 克克精神百倍相当卖力 他们穿着红衣红裤 扮起耶诞老人先热身 要在耶诞佳节前骑单车到学校里送上礼物 在加油声中不惧冷风骑着单车向前冲 他们从花莲县政府骑到东华复晓 当中年纪最大的成员 是98岁的康梦林老伯伯 势力不太好 但扭腰摆吞可难不倒他 亲手把一份份小礼物送给小学生们 让孩子们提前感受到家节的温暖 很高兴特别来花莲 因为我在这里待了二十几年 92岁的陈云老奶奶 回到熟悉的花莲觉得相当亲切 他们这群不老骑士 一共三十多个人 14号从东台湾出发 一直到25号要展开单车环岛 一站站往下骑 希望不管是长辈或孩子们 都能感受到不老骑士的热情 凡日新闻张义军李洪杰彭新宇 花莲报道